浮誇金晶體的曾智橋你看過 必去後載港客家宴 我就是上隻小鳥 下隻小烏龜 左通小貓咪 右通小狗狗 老虎也通的 寵物溝通師桑妮老師 來 請給老師 take a look 一下你的布魯斯王 讓老師 link link 一下 你屁啊 騙人的吧 曾智橋客傳台劇 《想見你》飾演寵物溝通師 一個津津皮上身 必須使對頭家宴看不下去 後面是我處理 怎麼了嗎 老師你好 我是他們的朋友 我的狗也走丟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辦法幫我找到牠呢 Absolutely 沒有問題 那你有狗狗的照片嗎 讓老師先 click 一下 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從這張照片當中 感覺到一股非常濃 很深的 emotion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拍這張照片的人 可能對你來說應該 非常的重要吧 非常的重要吧 幫我拍照的人 只是一個普通朋友而已 對你來說 他可能只是一個normal friend 但是對他來說 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 只是他沒有告訴你而已 重要的是呢 小王說 你很愛他 很寵他 很寵他 我對他不好 我會喜歡他 我還經常罵他 有時候 我會動手打他 沒有任何錯誤 但還好我跟你說他 他其實很愛你 他會離開你 只有不得一個苦衷 他還在等你 有了 32 你特別注意這個號碼 這幾天多多留意 所以你就能夠 找到他了 你線很足耶 我根本就沒有養寵物好不好 照片裡的狗 是我朋友的 不是我的 寵物溝通師 我替你在放屁 你根本是利用四族 對寵物的愛心 你不覺得 你這樣就很缺德嗎 而且還那麼貴 HELLY CO 我已經給你們打折了好嗎 WOW 我稍微老師的這個招牌是 你就能DIS 就能DIS的 走了啦 有時間在這邊開玩演戲 不如直接去找狗比較快吧 神經病 今天真的沒辦法 明明就這樣 打到鐵棒 唉唷 還不夠 32號碼 神經病